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整个的历史品牌就在走下坡路 看了之后有点心疼 作为一个地区最高级的年度盛典 不管是领奖还是颁奖 哪怕走红毯 打仗牛都应该有亮点 但我们会发现 集大门火网站的报道当中 人家宣和周渝铭居然是扛骑的 那这不就是三分之一个S1跟四分之一个F4吗 对 加在一起是 什么 十二分之四 接着下来来到红毯上的是我们帅气的宅宅周渝铭 请收拾 这种配置为了让盛典更加精彩 大家都豁出去了 比方说站在人家轩旁边 你根本就不是绿叶 你是蜡烛 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别人 今天穿的好帅气 红色的西装 还打了个Juju 好像柯南 真的 可以算是史上最憋的西装 同科那陈美风老师 这个一身衣服就特别像流血了 然后就牺牲了自己 然后自己就牺牲了 同科 汤志维老师是穿变装来的 就完全不重视我们这个典礼吗 看在这儿我总算明白了 朋友们的这个意思就是 开心随意就好 但是大会组委会呢 又做了个规定 为了避免冗长无聊的这个发言 安排了四五秒钟 你不说完话总就下去了 然后你发现 整一场这个颁奖 给我们其他几个启示 第一是 千万不要跟话多的搭档一块颁奖 因为时间有限 我必须没有办法哭 快点 你要讲什么 我帮你讲 你看刘先生老师刚好开口 话总就下去了 所以嘛 不要跟一个话多的搭档一块 是的 而且你知道吗 张亚军这个心理速度不好 老爵的时间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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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时间就过了 快结束了吗 然后谢谢大家 我们 谢谢大家 纵观全程最大的亮点呢 应该是周一鸣获得了最佳男主角 那全场的这个掌声分贝是最高的 可能是呢 对 可能是跟他现在的荣耀 也是跟过去的遗憾有关 得奖的是周一鸣回家 我最想要讲 跟一个人说谢谢 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 我明白了一件事 一个典礼艺人多不多 当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艺人能不能够从这个典礼上都得到成长 比方说周一鸣和金钟奖 就是一个最好最好最好的案例 对 同高我现在明白一个事 你看啊 在历届这个大的国际颁奖典礼过程当中 最开始啊 我们可能关注哪些明星来不来 然后女明星穿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最终能记住的 能直击内心的 应该是宣布 谁这些获奖那一颗 他们那种意味深强的神情 还有走到领奖台上 去讲自己内心感受的那种冲击力 我首先一定要感谢的是 所有的评者们 请同学我为你们举一个工 谢谢 坦白讲 2013年金钟奖呢 好像不温不合的结束了 但是啊 你会发现说 真的一个典礼艺人多不多不重要 重要在于说 艺人在上面是不是足够的真诚 是不是足够的动容 所以我觉得周一鸣成了 这一届的金钟奖也成了 今天的娱乐现场就到这里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详情 请登陆本栏目 独家网络互动平台 瓜瓜网 参加节目的互动 就有机会 迎娶明星签名异品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方玲 明天见